自我的表征 自我的表征 在腦裡面 也同樣有一個抽象整合的系統 與一個個別事件的系統 兩個是並存的 自我的特質做兩個方式的儲存 一個是用提綱竊領的方式 這種指檢欲凡的記憶 這種提綱式的記憶 它有助於我們在社會互動裡面 這種自我個性的記憶 我們叫做knowledge of self-trade 事件記憶自我 它會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 因為在UCLA 有一個學者叫做Dumba 他提出一個社會腦假說 他說人腦以及人類這個腦部認知的演化 是源於我們在社會互動中間 需要知己知彼的壓力 說西方文化是比較偏向個人主義 那它是注重每一個人的獨特性 所以一個人呢 他其實是一個獨立的課題 他的親戚朋友同學父母甚至太太 跟他來講都有一定的距離 我就是我 我跟你們沒有關係 但是東方人不是這樣想 東方人是一個集體主義的文化 他非常強調個人跟他人之間的和諧關係 所以他的自我呢 其實是一個相依式的自我 歸因 歸因文化差異 也會影響到對於景物的觀察 我們看一幅畫 西方人畫畫 通常把那個畫的主題 我們叫做Figure 彰顯得非常非常的明確 但是東方人畫畫 你會看到那個主題 會隱藏在一大堆的背景中間 你們看國畫 就常常可以看到 就說那個人物很小 然後隱藏在一堆的山水中間 你們如果還記得 我剛剛放《葉與紀北》的那幅畫 那兩個人在談的時候 是那一幅畫裡面 中間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中文裡面 我們常常需要從前後文的語境 以及相關的知識 去了解它的意義 這個就會使得我們在使用文字的時候 需要非常在意這個背景知識 以及它的語境 折疾沉沙鐵未消 至將摩喜任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變 童雀春生鎖二橋 好 最後兩句 最後兩句 東風有沒有與周郎變 然後這個二橋有沒有被曹操鎖在童雀樓 其實從文字裡面看不出來 文字好像是肯定句 你必須要讀過三國演義 然後你有這樣關於三國的知識 那你才能夠了解說 杜牧寫的這首詩 它其實是一個違背過去事實的假設性敘述 那東風其實是給了周郎方便 所以曹操就完全沒有辦法把他心愛的這個女人搶過來 OK 那這個就表示說 這個華人或者是使用中文的人 他們其實在閱讀文字或者寫作的時候 他會做更多的思考 他會注意到很多的背景知識 那事實上西方 有語言學家跟心理學家 這個Sapier跟這個Wolf 他們提出過一個Linguistic Relativity的hypothesis 就語言相對性假說 中文跟這個西方的語文 有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們中文有四聲 一聲二聲三聲四聲還有輕聲 那事實上這個四聲 是從古以來就有的 我們也知道就說 這個我們有平聲有折聲 那我們的舊詩 它有一些非常嚴格的音韵格律 好 那我們就需要問 這個五言絕句的格律 為什麼會這樣定 這樣定聽起來很舒服 那這個聽起來很舒服 會不會是腦裡面有些什麼樣的反應 這些其實都是我們認知神經科學 未來可以研究 而且這些東西呢 會非常非常具有文化的特色 這個創意呢可以分成兩個過程 一個是發想 就是說你想出來某一個不同的東西 然後另外一個呢是評估 就是說你評估這個東西到底合用不合用 那這兩個過程在腦裡面怎麼樣發生 它涉及到哪些腦部的區域 那最近呢有一個研究告訴我們說 這個創意的發想過程跟這個腦裡面的海馬有密切的關係 這個海馬跟海馬磅回 它其實會和一些其他相關的組織 譬如說列在下面我就不一一講了 它會形成一個所謂的這個核心回路 這個核心回路會做三種事情 這三種事情呢都跟重組你過去的經驗 解決你所面對的問題有一些關係 一個是你直接回想過去 另外一個你是用你的過去去想像未來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 那還有一個就是創新思考 那最近就說兩三年有非常多的研究都告訴我們說 這個創新思考呢它會涉及到海馬的這個活動 那我們覺得這海馬同時涉及到過去記憶的提取 對未來的想像以及對創新的思考 這三件事情就可能代表著我們那個語意的抽象樞紐 藉助一個效果叫做長效爭議作用 這個長效爭議作用呢就可以幫這些不同的事件的內容跟情境的特質 它去興奮同一群這個海馬的細胞 讓他們彼此連結聚會在一起 於是呢當這些訊息呢回到大腦皮質的時候 其實他們在海馬裡面已經建立了一個聯繫的 彼此互相聯繫的結點 那這個有一個心理學家叫做海伯 他提出一個海伯法則 他說只要突出前的細胞跟突出後的細胞一起興奮的話 那個連結呢就會被增強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對於心腦的關係 我們未來會有怎麼樣的走向 認知神經科學很可能對文學的欣賞 文學的理解甚至文學的創作都會有幫助 這個好像只是單方向的這個過程 但是事實上不是這樣 事實上文學對於釐清神經運作的 它有一些啟示 這些啟示往往來自一些不懂神經 不懂認知神經科學的人 只是我們沒有去注意到它 心腦研究要何去何從 前面兩個字是拉丁文 這兩個拉丁文是被認為說我應該往哪裡走 那這個心腦研究應該要往哪裡走 我提出了一些問題 這個也許是未來可以走的方向 那第一個是文字跟藝術作品 它會引發情緒跟同理心 那這個跟我們在一些自然刺激 或社會刺激裡面所引發的這個情緒和同理心 它在腦部活動上面是否完全一樣 是不是只要結果一樣 它的這個腦部的興奮就一樣 還是說會因為引發刺激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是透過腦部活動的對應 我們可以去探討說這個創作者跟欣賞者 當他面對同一個藝文作品的時候 他的情緒跟思想的反應是如何溝通 我們其實在閱讀所有的東西 看所有的名畫或者是雕塑的時候 我們都在進行一個過程 就是在跟原創者做某種的這個思緒上面的溝通 那這個溝通在腦部是怎麼樣進行的 同時我們也會想要知道 當我創作的歷程透過重複書寫效果 我可以把我的感情升華 我可以降低我的心理壓力 那如果說我只是引用一首詩 或者是仿佛地去閱讀一篇文章 我是不是可以啟動跟創作者當初同樣的這個歷程 而達到同樣的效果 詩中有話 話中有詩的境界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那我們希望透過腦部的掃描 我們可以知道符號系統跟意象系統 他們之間的這個訊息的傳遞的過程 然後我們最後也講到這個中文的理解 就是說一般中文語言的理解甚至詩詞 都依賴語境知識而不是語法結構 那它的腦部機制是怎麼樣 然後中文的古典詩詞 對於這個平折音律的規範 以及違背了這個規範所做的補救 它是不是引發了某些腦部的這個反應 使得我們在感受上面覺得說 這樣是可以接受的 還是說這些所謂的這些音律規範 都是arbitrary 就是說只是一些人為的定定 而沒有神經的基礎 那最後就是說我們會談到 就是說這個異文創作裡面 現實跟虛構的部分 在腦部的活動上面有何關聯 我們怎麼樣從我們經歷過的現實 去產生這些虛構的創意 那這個如果能夠了解的話 那會是認知神經科學的一個最重要的貢獻 那我們那天就說在這個生之洞裡面 那兩位其他的語壇人 就鄭裕語院士跟鄭裕人所長 都提到人類的有各式各樣的心靈活動 但是我認為說你不管是哲理或是思議 你其實都需要依賴腦部的運作 雖然他不是完全能夠歸因於腦部運作 但是他絕對需要依賴腦部的運作 所以要解決就是說這些哲理或是思議 他們運作跟產生的過程 那我們要解這個迷津呢 我們必須有一個尋求的領域 就是從我們的腦海中間去尋求 那所以我會在最後就說用迷津欲有問腦海細慢慢 來結束我的這個訪談 謝謝大家